我们这边就是你开始要用它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放进去 这个下料嘴是到这个位置 现在是在外面嘛 我们需要把它调节 我们怎么调节 用这个往前顶 然后它这个会往前伸 然后下一步 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体把它降 降下去 然后我们再往前伸一点点 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不要不要拉住这个膜卡死这个膜了这里 这需要一点空位 然后下一步就是 是要把那个螺丝固定固定死它 这两个螺丝 还有这一个这一个 就总共六个 放在正中的位置 这里放在正中的位置 然后先把这个固定好 我让它动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固定好 好 这边去 然后的话你就可以 把料夹进去 然后打开搅拌 还有螺杆就可以正常塞料 然后清理的话 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螺丝松了 所有螺丝松掉 就是六个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粉丝图拿出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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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它的扣子 不错 打开 然后这样 拿下来清理它 清理它以后 我们一般啊 所以 一般我们这个 这里有一条 焊的一个痕迹 在靠在后面的这部分 这个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的 那 那个 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用这个 不 我我可以用这个 一种